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迎刃而解的故事吧 西晋时期有一位名叫杜玉的将军 他不仅学问渊博 见识也非常广阔 当时的人都称他为杜武库 蜀汉灭亡之后 杜玉被晋武帝任命为镇南大将军 负责统领荆州地区的军务 有一年 杜玉奉命带兵攻打吴国 这场战事进行得很顺利 杜玉只花了十天的时间 接连攻下吴国许多重要的城市 就连其他州郡也纷纷向晋国投降了 杜玉认为现在正是进攻的好机会 想要乘胜追击 却被其他官员们反对 其中一位官员对杜玉说 将军 吴国建国已久 是不能轻视的顽强敌人 我们很难在短时间内就可以攻下他 另一位大臣赶紧附和 他说的没错 况且现在南方天气炎热 又正直雨季 不仅河水容易泛滥 也容易发生流行病 恐怕会对我国大军造成威胁 不如等到冬天再集中兵力进攻 也不迟啊 但是杜玉坚定的说 我们接连打了许多场胜仗 正是士气最旺盛的时候 现在攻打吴国 就像用刀劈开竹子一样 只要劈开前面几节 下面的竹子也会顺着刀子 轻易的裂开了 最后杜玉排除了不同的意见 要求大军继续进攻吴国 果然节节顺利 就像劈开竹子一样轻易的攻下了吴国 迎刃而解就是从这个故事演变出来 用来形容相连的事物很容易分开 也可以表示事情很容易解决的意思 小朋友 听完迎刃而解的故事后 你还记得今天故事的终点吗 现在让我们带你回顾一下吧 今天的故事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故事的元气 靖国大军顺利攻下吴国重要的城市 将军杜玉因此想乘胜追击 过程中 大臣们认为吴国不仅顽强 南方气候也不利大军进攻 所以反对杜玉的决定 故事的结果 杜玉以批竹子为例子 认为当下是进攻吴国的好时机 最后杜玉也顺利打败吴国 小朋友 这样有没有让你更了解 迎刃而解的故事了呢 接下来 让我们来一起动动脑吧 过程中 你也可以将影片暂停 人间的想一想哦 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吧 如果你是大臣 会支持杜玉继续进攻吗 为什么 如果你是杜玉 会听从大臣们的建议停止进攻吗 还是你会有不同的看法呢 小朋友 上面两个问题你有想法了吗 快和你的家人 朋友 老师分享吧 成语小教室 又到了成语小教室的时间啦 今天的成语 迎刃而解 是形容相连的事物 很容易分开 他还有另一个意思 是形容事情很容易解决 这两个意思的使用情境 都是用来表达非常容易的情境 当迎刃而解 是形容相连的事物 很容易分开的意思时 他的例句有 师父拿起尖刀一画 鱼皮就迎刃而解 和鱼身分开了 跟这个意思相反的成语有 坚不可摧 当迎刃而解 是形容事情很容易解决的意思时 他的例句有 想不到那么难解决的问题 竟然被他迎刃而解了 与这个意思相似的成语有 探囊取物 唾手可得 听完故事后 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呢 小朋友 我们下次见 拜拜